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速度快 他心里面还是有种优越感 相比我爸爸和我哥哥 我是有一种优越感 你也会聊天 有请百度地图数据采集员 我们有一套采集黑科技 来来 前方可以 请 请 这个重心 快速发展的出行方式 记录时代的巨大变化 速度快 又稳定 又准行 在旅途中也是一个乐趣 来到了港 珠澳大桥所在地 哇 真的厉害 世界主顾的中国超级公团 这个大超级 是世界地啊 感觉咱们国家的人 现在慢慢地步起来了 从国方面来讲 这种自信和辩解是最突出的 中国的这个高点 是全世界最高 类似于中国骄傲了 对 中国的骄傲 中国制造中国骄傲 优优独播剧场 z kön 要想赴 先修路 无论在哪个时代 繁华之处均为交通要充之地 交通的变迁最能折射出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从自行车王国到世界级交通网络 中国四十年的交通变迁时 勾勒出了改革开放以来 百姓生活的巨大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初期 自行车是最常见的代步工具 绿皮火车的时速只有几十公里 月后的乡间小路满是宁宁 山区人民翻 是世界地啊 感觉咱们国家的人现在慢慢地步起来了 从国外面来讲 这种自信和便捷是最突出的 中国的这个高鞋是全世界最高鞋 对 中国的骄傲 中国制造中国骄傲 北周日晚十点 为中国宋度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想赴先修路 无论在哪个时代 天天向上 我们天天向上散发的光 天天向上 我们一群光 我们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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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欢迎大家收看由能搜能看天天都要上的百度APP 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到今天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已经是四十周年了 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街道 每一栋大楼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的变化 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大时代里面 你们觉得这几十年来 在你们身上发生的巨大的变化是什么 身上发生的变化 那谁能聊得过风格呢 我身上的变化可以说是很大 对 越来越朴胎 是吧 还不是生活越来越好吗 吃的越来越好 而且心情越来越愉悦 对 现在大家人手一台这个智能手机 你吃什么 花钱去哪玩 飞机上WiFi哪都有 等于说科技化 已经遍布生活每一点一滴了 是 你看我们现在 其实因为兄弟们出去游学 也到过很多国家 是 你会发现真正方便的 还就是中国 对 国外哪有闪送啊 对不对 太方便了 是吧 而且我们祖国的这个交通方式 经历了巨大的革新 是 中国名片高铁 太了不起了 中国国产大飞机C919 还有中国创造的新世界七大奇迹 港珠澳大桥 那个太漂亮了 简直就是一大风景了 是的 对了 说起港珠澳大桥 我们可以跟随百度APP亲眼目睹一下 好自然 好自然 一波现在越来越自然了 还会衔接说到港珠澳大桥呢 对 所以港珠澳大桥 然后这时候点开相机 然后有一个AR功能 打开功能之后 然后选择这个港珠澳大桥 可以一个任意门这个叫 对吧 打开任意门 打开任意门 然后我们进入任意门之后呢 你看来了 就可以瞬间穿越到 穿越到 可以看到那里的景色 特效科技的 太好了 对 还真可以看到港珠澳大桥上面的风景 对不对 对 可以看到那边的风景 是的 百度APP的任意门呢 不仅可以让你穿越到很多很好的地方 今天呢 也为我们传送到了一群来自祖阁各地的 优秀少年 是 要跟我们一起用年轻的视角 来感受时代的大变化 我们掌声有请 超男少年团 大家好 我是地家宝贝儿 推荐的超凡小杂人小山竹 今年我六岁了 我来自东北沈阳 那个儿子 我是一个好奇宝宝 我想知道高铁为什么没有翅膀 也可以飞快将我们送到目的地 大家好 我是爱因寺推荐的创法小达人 王晨俊杰 今天我八岁了 我是一个帅气的舞蹈小子 也是妈妈的小导豪 我的妈妈是个路师 出门如果没有我在 她回个外婆家都会迷路 我深深赞同那一句话 导航用得好 妈妈回家早 大家好 我是乐友音音童推荐的 超班小达人余燕姿 我今年十岁了 我超级爱跳拉丁舞 我曾获得国内 国外 许多比赛的冠军 我希望中国的高铁能一直到到外国去 这样我就能坐着复兴号 去世界各地比赛了 大家好 我叫姜安曼 现在十岁 我来自深圳 我是一名00后诗人 我写过很多诗 已经写了七百多首了 我还出版过两本个人诗集 大家好 我叫胖尔 今年十六岁 我喜欢旅行摄影 还是一名狂热的飞机爱好者 我喜欢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 品尝各地的美食 尤其是领略大载的鬼斧神工 我的地理知识 能够带我认识世界 而我相信便利的手机导航 能够带我走遍天下 嗨 大家好 我是红燕环保团队的创始人 李红燕 今年十五岁了 地球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从小我就热爱并坚持环保 2010年七岁的我 作为红燕环保亲友团的创始人 来到联合国论坛上 发表英文演讲《我的梦想》 被授予全球绿色环保儿童大使 受到了时任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先生 和沙祖康爷爷的亲切接见 他们表示 会和中国青少年一起环保 这就是我《热爱环保》的李红燕 天上的星星流泪 地上的玫瑰枯萎 冷风吹 冷风吹 只要有你陪 试试这个 试试这个 COME ON EVERYBODY COME ON EVERYBODY 真精彩 小山竹 我们要欢迎这些超凡少年团的小朋友 他们都是00后 全都是00后 他们现在正在享受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 最灿烂的果实 问一下你们 你们现在觉得就是中国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 我先来 好 安曼 第一个就是中国的男女都很平等 第二个就是快递速度非常的快 我觉得这是最值得骄傲的 你看看 中国的男女速度非常的快 快递很平等 中国快递速度 快递速度非常快 男女很平等 我一看到这种漂亮的小女孩 男孩跟睦睦年龄相仿的 说差了 迷茫了 对 厉害 我们再问一下 洪燕 洪燕 我之前听到过一个数据 就是说我们国家用不到世界10%的更例 养活了我们不到20%的总人口 我觉得这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我们为世界做出了这样的贡献 是 厉害 值得骄傲 好 我们中国现在是18亿亩土地 是 其实这个土地呢 还不够 还不够 但是我们这个湖南的袁隆平先生 是 超级杂交水稻 这个项目 为世界人民减除饥饿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 这个很厉害 了不起 小潘 中国的领先于世界我想扣这个词就是效率 效率 就怎么说呢 大家知道最近我们刚刚有一个叫港珠澳大桥的东西建成了 那个是个东西 港珠澳大桥这么一个 它确实是个东西 但是可以用更好的词 对 这么一个伟大的建筑 伟大的建筑 对 然后它用的是九年从开始规划到最后建成的 这个在其他国家来看的话想想是不可能的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中国不论是做事效率 然后快递效率 是 这叫物流效率 包括是叫什么建筑之类的 我觉得这些效率都是相当领先于世界 你看他们俩效率快不快 他们俩效率越快了 带回家要见睦睦了 效率很快 六八去了 你们先聊聊呗 我跟你说 这个小手一牵 大手牵小手 你就真的感觉不一样 真的吗 我们有这个自改能牵一下吗 你自改 我给你个自改一下 你看真皮的 来 真皮的 一边 一边一边 多可爱 多可爱 好软 是吗 你看看多好看 特别特别的可爱 你看 就牵着他们的手感觉就是祖国的希望 是 祖国的未来 真的就在他们这一双小小的手上 未来他们这一双小小的手 还真不知道可以为这个伟大的国家 创造多么伟大的奇迹 真的都在他们的手上 超团小大人今天要接受我们的一场考验 看看小小年纪的他们对我们这个大大的国家 到底有多少了解 我们要问一下小大人们 都知道一些什么样的冷门知识 三竹 你知道什么冷门知识 你考考我们 就是 下雪的时候 雪会很白 然后还能堆雪人 然后还能打雪照 然后那时候必须得戴点手套 要不那雪可冷了 可冷了 然后呢 像冰棍子 三竹 三竹 你对我这么一笑 我发现一个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啥问题 你的门牙呢 掉了 咋回事 咋掉了呢 冻掉了 是冻掉的不 冻掉了 不是冻掉的 是我冻年岁的 冻年岁了 冻年岁了 你这俩门牙啥时候会长出来呢 我也不知道我 冻呗 那你看我笑牙都长出来了 看出来了 山主 出个脑筋急转弯 给这个不会转弯的人 行 行 厉害点 行 厉害点的 厉害点的 什么东西是苦苦的 然后还绿绿的 是啥呀 苦瓜 对呀 这就答对了 我知道 别急 还有厚多的呢 就是套子一套 来 什么东西是渐渐的 长出来可夹了 然后里边是绿色的 还能带褶子 那褶子可好吃了 就是像肯西瓜似的 里边那个可软和的 我咋没咋听懂呢 应该就是西瓜吧 不是西瓜 榴莲 不是 是吧 黄瓜 什么 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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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可软和咧 然后还能像酱汁 还像酱汁 大酱 山主你吃的挺全货的 对 我问一个 你问问 就是因为我不是飞机爱好者 问一些就关于飞机的问题 秦峰最厉害了 咱们中国最长和最短的商业航班 分别是哪里到哪里 最长 最长的商业航班 加上延误吗 这个 你要加上延误的话 因为有时候长沙到北京 就已经时长还是距离 距离的长短 就航线 对 航线距离 我有一次是从上海 飞到了乌鲁木齐 飞到西边 就是横跨整个 那要是从中国 这个是很长的一条 但是还有比它更对 应该从广州去更远吧 是不是更往下 三亚 三亚去 飞北 哈尔滨 答对了 对 三亚飞哈尔滨 是目前中国直线距离 航线最长 最短的我知道 是不是北京到天津 北京到天津 没有民航吧 没有 长沙到张家界 这个航线是第四短还是什么的 第四短 航线距离 距离 就还没起飞就到了 就是这种 这就是空姐说 好 请7号安全带 我们要降落了 对 这就是这种 你给我们说说 这个有空 实际上最短的是在广东省 和海南省之间 一条航线叫湛江到海口 它的直线距离是146公里 飞行时针计划是23分钟到25分钟 这个太厉害了 助跑一半过去了 对 因为一般起飞就半小时 然后最后半小时到降落 对不对 对 接下来就该孩子们接受我们的考验了 是 他们都是超凡小达人 待会几个人可以合体 成为一个巨大的机器人 特别的厉害 我们接下来请两队就是年纪大一点的两个 小潘和红燕担任队长 两位队长通过剪刀石头铺 来挑选自己队伍的成员 好不好 来 剪刀石头铺 我选燕姿 你选谁 好的 我选二曼 二曼 好 剪刀石头铺 选谁 我选小山竹 你选他就等于拥有了我 有 买一层一 剪刀石头铺 那我选俊杰 接下来 我们要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出题嘉宾 中国铁路代表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铁路发生着变化 服装也承载着变迁 第一套制服诞生于1994年 通年 广深准高速铁路正式开通 为高铁建设打下基础 第二套制服诞生于2009年 是广州铁路局配发的首套 和谐号动车组列车乘务员制服 同年 武广高速铁路开通运营 是我国第一条运输机子头 高速动车做列车的高铁客运专线 第三套制服诞生于2015年 2016年 中国东西向线路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 护坤高铁全线开通 成为经过省份最多的高速铁路 第四套制服 是广州铁路局配发的 广铁优彩乘务员制服 诞生于2018年 同年长沙到香港西九龙高铁列车 正式开通运行 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兴号 将在铁路建设的舞台上 书写更美好的新篇章 大家好 我叫江爱顺 我来自上海铁路局 南京东基乌团 我是一名客运机车司机 我和我的父亲 以及我双胞胎的儿子 都是火车司机 我们一家三代都是中国铁路人 大家好 我叫江俊伟 来自上海铁路局南京桥工段 是一名轨道车司机 主要负责运输铁路施工 维修所需要的材料 因为爷爷和爸爸 我们爱上了火车 也努力成为了一名火车司机 大家好 我叫曲静杰 来自上海铁路局南京东 气务段 我是一名副星号动车组司机 我驾驶的副星号 比爸爸开的内燃机车快两倍 比爷爷开的蒸汽机车快十倍 了不起啊 一家人 大家都知道 从这个绿皮火车到副星号 中国铁路经过了数次的 大变革大体损 作为这个三代铁路司机的世家啊 三位是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巨大的变迁 老江啊 应该是铁路上的 名不其实的老司机了 嘿嘿 是哪一年干的这一行 是1983年 1983年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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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叔叔的这个父亲啊 是共和国的第一代火车司机 我父亲是1956年开火车 他是他们单位火车司机工工资最高的 当时他是七十年代 就拿到一百零二块的工资 七十年代一百零二块 什么概念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八零年代 父亲和母亲的工资加起来 也才一百块钱 人家是七十年代 就是一百零二块的工资 一个人成俩人的 相当相当高了 他所有的单位被称作为102司机 大家都很羡慕他 102司机 302司机 相当高了 您到现在啊 也是工作了35年了 当时您开的第一个火车 是什么火车 我当时开的火车是ND5机车 绿燃机车 当时是从哪开到哪呢 我是跑从南京到奔布 跑一趟车 一百九十公里 要跑六七个小时 跑到安徽奔布 绿皮火车 我爸以前是内人机场的 那等于是我爸那个 他们开插车内人机场 是为火车有服务对不对 应该有关系 那太好了 一条线 你也算是铁路人 那行 我加油了 对对对 俊伟跟俊杰这两兄弟 是90年出生的 你们俩是不是从小就看着 听着他们聊这个火车的事 因为我们从小就接触这个火车 因为住的铁路比较靠的比较近 经常然后也听爷爷和父亲 去聊这个火车 所以我们从小就有个火车情缘 而且就看铁轨啊 然后看这个火车头啊 对对对 然后听那个火车的银银银 听着铁路的声音 他们家等于离火车道还特别近是吧 你每天睡觉都听着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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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那天 每天睡觉都能听到这种声音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吵 他们是一种习惯那种感觉 习惯啊 温暖啊 如果没有这个火车的这个声音 我妈还睡不得觉 江叔叔现在两个孩子 现在都开火车了 自己是不是特别 心里面骄傲 当时走上这个铁轴工作岗位的时候 我是不乐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辛苦 吃饭一天三等没有一个正点 对 在家陪家人时间很少 当时我是不乐意的 他们呢都考上了火车司机 而且呢他们的工资呢 拿得跟我 比我还高 江叔叔对这个工资的事啊 对 从自己父亲102102司机 对 到现在自己的孩子 现在是 俊杰现在开的是复兴号的工作环境 现在怎么样 现在的工作环境 比以前要好了很多 高铁司机啊 号称铁路上的飞行员 速度快 越来越快了啊 感觉你带着这个 冲就往前冲的感觉 因为速度快 他心里面还是有种优越感啊 心想我跑得多快 相比我爸爸和我哥哥 我是有一种优越感 是有一种优越感 你跟谁比不好 你跟你爸 你跟你哥比 你也是不聊天 因为高铁 我现在驾驶的复兴号 是拥有中国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对 所以我感觉到很自豪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 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世界先进水平的动车组列车 它大量采用了中国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其中中国新的牵引电机功率 超过一万千瓦 被称为地球最强大电机 中国制造和中国标准 正在一步步走向世界 你瞧 帅的了 全是高科技 对 我们问一下 山卓 你搁这儿来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爸爸是干啥的 那你没事 你用前锋伯伯的 前锋都让他当伯伯了 我爸爸是一名司机 爸爸是司机啊 对啊 是开啥车的呢 什么车 就是每天早上送我上学 专职司机 你爸是你的司机啊 爸爸是我的专职司机 您到现在也是工作了35年了 当时啊 这个司机啊 就是有正驾驶跟副驾驶嘛 他就要开车的时候聊天嘛 内栏机车啊 靠柴油机 柴油机的噪音比较大 我们司机跟副司机在一起 讲话要大声的吼 靠喊 有讲 汪老师 前面限出45公里 你说什么 你还没听见 我还要喊到 前面限出45公里 你说什么 你还没听见 你试着 喊着喊着 这都已经过去了 俩人还得打手势 对 有一个十六字诀 是保证我们铁路行车安全的重要保证 彻底瞭望 确认信号 手笔眼看 准确呼唤 看到绿灯 绿灯 绿灯通过 绿灯通过 黄灯减速 黄灯减速 红灯停车 红灯停车 这个特别像那种小时候玩变身 我要变身 接下来我们天天兄弟 就要跟两位专业的铁路司机 来比一比了 铁路信号灯的反应大对决 对 江苏先开始 我先开始 对 我的天哪 你怎么那么胖 这跟我碰有什么关系 这跟我碰有什么关系 碰别人都不会这样 这是阻力大 来江苏您先开始 准备 准备 开始 绿灯通过 都是对的 可以 看我的 绿灯通过 你怎么看见 你们以待会打的时候 看见是不是绿灯了 红灯停止 对 反应都快 来 老师 黄灯停止 黄灯停止 说错了 我 我是一结巴 黄灯停止停止 我是一结巴 然后 黄灯停止 对 你要对结巴好一点好吗 谢谢 那你没办法 你淘汰了 淘汰了 淘汰了 来 三二一 黄灯停止 黄灯减速 绿灯通过 这个厉害 三个群人说 黄灯停止 黄灯停止 绿灯通过 我被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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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伟那个反应稍微慢了一点 董灯停止 一 绿灯绝 我觉得都可以 反应好快 我 三二一 三二一 黄灯 淘汰了 淘汰了 哥 你这么近你都看不到 黄灯减速 我我手手是错了 手是错了 黄灯 手错了 手错了 有的时候太快也不是件好事 对 是 小朋友 小朋友来 来 看懂了 小商主你来 你能行不 能行 真的能 门牙都没了 好 我们看秦峰哥哥出题 3 2 1 走你 绿灯减速 反应好快 下一个 红灯减速 好 来 商主你过来吧 你红灯都通过了 红灯减速 我 你陪我聊聊 你陪我聊五个钱的 来 绿灯 红灯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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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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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逗你 一直防得减速 行 你真知道多好 你胜利了 掌声鼓励 我们俊杰胜利了 他最顽强 好了 谢谢我们俊杰 谢谢老师们 对 我们了解了这个三代铁路 世家的故事之后 江叔叔也带来了几道 关于中国铁路四十年变迁的问题 要考考我们在座的超凡小达人 对 大家通过非常有趣的知识 都能够了解到中国铁路的 这样的一个变化 小朋友们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两队要有一个负责抢答的 哪两个负责抢答 去敲锣 俊杰上吧 俊杰 燕姿 好 高铁知识 问 答 好的 第一题 目前中国建筑面具最大的高铁站 是下列哪一个 西安北站 B 南京南站 C 广州南站 请选择 好 彭燕 这道题由山竹来回答 山竹 山竹 回答正确 你什么 还没回答呢 这也太正了 你对另外一对不公平了 你还没答呢 还没答吗 小山竹回答是 A 等一下 A吗 A 她说A 山竹 我一定不会告诉你正确答案是B 你再想一想 你不要告诉他 你不要告诉他 我一遍提行不行 对 你肯定是没听清楚提 目前中国建筑面具最大的高铁站 是下列哪一个呢 B 大点声说 B 恭喜你 答对了 南京南站站的面积是70万平方米 车站的总建筑面积是45.8万平方米 是中国铁路客运特等站华东地区最大的交通 最大 最大的交通数据 你看 可大可大了 南京南站 好 第二题 长知识了 高铁的轨道检查列车是以下列哪种颜色 A 蓝色 B 红色 C 黄色 来 3 2 好 笑 赶紧笑 我们来回答 哪种颜色 那我蒙一个 我蒙A 因为我现在复星号不是我知道有两种颜色 一种是红色一种黄色 所以为了区别的话可能是蓝色我不太清楚了 但我蒙A 我选C 你选什么 C 你选C对不对 正确答案是 C 你看 山竹其实根本不需要我提醒 是真的 对 它这个黄颜色本身就是一个警示 对 是用的是黄颜色的 来 峰哥 你把这第三题都念一下 第三题 对 这个绿色的这个题目 目前中国最北端纬度最高的高寒高速铁路是下列哪一条呢 A 哈旗高铁 B 哈市旗 哈大高铁 哈市旗 哈罗高铁 3 2 1 哎呦 超级烈的 真棒 随便拿个锤 拿那个锤 对 对 你看 你梦得利 山竹 你觉得答案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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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不喜欢一种狗狗叫哈市旗呢 B B B 这我该怎么办 把你心中那个正确答案说出来 A 没错 正确答案就是A 哈旗高铁 来 我们请那个俊杰说一下 那个开跟在南方开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高寒地区它牵扯到那个有冻土层 冻土层的话对铁路的铺设和运行有很大的难度 第二个就是气温温温度的变化 它是从高寒的气温环境到那种温湿的气温环境 它会对那个车体造成冷灵水 冷灵水的话就会对机械设备和管路造成短路 会造成设备的故障 所以中国高铁的技术是世界最过硬的 最牛的 最牛的 来 我们来到第四题了 目前全国单行行程距离最长的高铁列车是以下哪一列 A 济南到昆明 B 北京到昆明 C 北京到广州 3 2 1 敲楼 我选B 我选B 这现在不是你答的 宝贝 别着急 你别藏似欺人 我选B 你先出口练去 阿尔曼你觉得答案是 不听山竹炎吃不点钱 我跟你说 B吧 听他的B 还是听山竹炎的 是B 对 B 对不对呢 所以答案就是 B 我选到昆明是跨越了七个省 全长2760公里 然后等于说整个这个行程需要12个小时19分钟 比之前还缩短了21个小时呢 2700多公里 以前如果是开绿皮火车的话 那得几天几夜吧 两天七百公里最起码要三天四夜 三天四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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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12个小时 12个小时 第五题 第五题了 中国高铁驾驶室里面只有一位司机 那么请问司机脚下的脚踏板是用来干什么的 A 减速 B 警示对面来车 C 保持司机全程高度清醒 C C 好 小山猪答对了 他要抢答 开始 抢答 走 C 燕姿 好快 答案是 山猪先想想 你都容易特别对 你让你旁边那边姐姐说句话 这道题 我代替山猪回答C C 正确答案 是 好 正确答案就是 C 来 敲打我窗 YOU 就是 30秒钟要踩一次 脚踏装置是我们高铁上的一个警惕装置 就是需要保持 我们司机保持那个精神高度集中 防止我们会打瞌睡 对 每30秒必须踩 如果不踩的话 那个设备会报警 如果报警 再过7秒钟再不踩 它会造成列车的停车 那上个卫生间怎么办呢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都不敢喝水 因为停站时间很短 每个站只有两分钟时间 对 基本上我们是没有时间上厕所的 能当这种司机是很严格的 对吧 对 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吧 4比1 就是一直在4 没办法 因为有山竹 是 高铁在中国现在已经是驾驭呼啸了 而且复兴号的名气也是想彻世界 好多老外都说特别羡慕我们 说你们出门太方便了 你们的高铁太厉害了 中国速度 对 我们现在对身边的事物 就真的有足够的了解吗 了解他们的速度 了解他们的发展吗 这次我们的天天四小花呢 对 小花来了 对 开启了天天四小花 有问你来答的环节 做了一场生动有趣的路采 让我们来听听行在路上的大家的声音 感觉开放四十年 从高铁到共享单车 从移动支付到网购 今天我们天天向上呢 就要从生活的方方面面 向大家展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中国风格 是的 所以我们天天四小花有问你回答环节 全新上线 对于毫不陌生的高铁 你真的了解吗 那赶紧去看看吧 我们来问问大家 走吧 走 然后我们的服务用语是 您好 请问您需要喝点什么 先生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我们送茶的时候一定是左手托杯底 然后右手在杯子的二分之一处 然后上面的留白是要留给客人的 小宝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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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是去哪里 去太远 去北京 去北京 从湖南去湖北 你知道你今天坐的是什么车吗 复兴号 那您是特地选择复兴号吗 对啊 因为我觉得它的速度 会比一般的小和西号啊 或者是其他的 相对其他的动车速度更快 这样的速度最快 你过多小就会到了 感觉不管是空间还是环境 舒适度都挺高很多了 带孩子方便嘛 天气不好的时候 它比较卷协 也很周到 对很干净 实际上这个在旅途中呢 也是一个乐趣吧 还能碰到孟晨姐姐 你知道吗 可以聊天 天天色小花 有问你回答环境 目前我国日发车数第一的高铁站是下列哪一个 A 广州南 B 上海虹桥站 C 南京南站 猜呗 红桥南站 这个只能猜上海 红桥站是一个大的枢纽 然后有飞机有火车有高铁 再问一遍你确定吗 我只能这样选 你真的确定吗 是广州的 正确答案是 A 广州南站 回答对 回答正确 对 广州南站是位于广州的潘雨区 2010年投入使用的 是华南地区最大最繁忙的高铁站 中国最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之一 广州南站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日均22万人次 春运期间可以超过30万 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铁路线是 以下哪一条 A 京广高铁线 B 顾坤高铁线 C 京福高铁线 应该是京福高铁线 京广高铁线 确定吗 上海在这里 村民在这里 而北京在这里 广州在这里 京广高铁 所以您的答案是正确 好厉害 2012年12月26日 全球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 京广高铁全线开通运营 全长2298公里 全线设计时速都是350公里每小时 好 最后一题了 中国高铁复兴号运营时速为以下哪个选项 A 每小时250公里 B 每小时300公里 C 每小时350公里 C 每小时350公里 B 是吧 A 应该是A吧 300公里以上 C Bingo 恭喜你 回答正确 你知道吗 目前这个前面有一个速度值 基本上都在300到350公里之间 对 复兴号高铁以350公里时速运营 打破了之前日本新干线与法国TGV的最高时速320公里每小时 成为世界上实际运营时速最快的高铁 现在中国的这个高铁是全世界最快的高铁 所以是中国骄傲了 对 中国的骄傲 中国制造中国骄傲 恭喜这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天天向上和我们的惠世S26国真联合提供的价值1000元的带金券 谢谢 恭喜 恭喜你 谢谢 谢谢 祝你们乘坐愉快 谢谢乘坐我们的高铁复兴号 很棒的 你看40年我们这个道路的变化 我们脚下的每一条路不断地在变化 手机地图呢就给你带来巨大的安全感 是 到底谁在维系都市之间的安全感呢 让我们有请一个引力而伟大的职业 百度地图数据采集园 当当当当 发达的交通网络和出行方式的多样化 让地图导航成为现代生活中一不可少的出行工具 智能精确的地图导航背后不仅需要互联网和各种技术手段的支持 地图数据更是重中之重 而承担这项工作的正是地图数据采集园 他们带着装备与烈日为伴 以阳臣作陪走遍祖国大好河山 用脚步丈量中国 大家好 我叫魏军来自四川成都 我是一名百度地图采集园 我的主要工作是背包全景采集 走别人没有走得过的路 让更多的人有路可走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魏军 今年二十四岁 我也是一名百度地图采集园 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车辆道路细细采集 我的副驾驶永远是做了我的女朋友 她是一台工业电脑 因为有了它的存在才会使我的采集数据更加精准 因为有了它的存在才会使我的采集过程不孤单 谢谢大家 欢迎两位 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地图的数据采集园 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职业 工资超过一百零二没有 是这样的 我们的我们地图数据采集园 我们主要承担着全国的道路信息采集的更新和维护 它包括全景地图采集还有高精地图采集 还有我们的不齐形采集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会把道路中的所有数据都整合在一起 然后再上传到我们的APP当中 上传到APP当中之后 然后方便大家更好的去查找也好 也好是使用也好 用的就快多了 那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记录呢 就自己走这些路然后要去拍还是怎么着 这个肯定很专业吧应该 我们采集的时候主要是分两种 一种是步行采集 还有一种是车辆采集 你看 主要是我负责的是步行采集 什么事情你就不行 走路 走路 走路不行 步行街嘛 对 我是主要负责车辆道路信息采集 就是我们大家平常可以看到那些路 我们都要去采集一遍 你就自己要开着车要走一遍 对 要开车全部都要走一遍 那这份工作是不是就是非常受到很多商家的欢迎 是的 因为它要标哪个店哪个店 地址 我们经常出去采集的时候 比如说去一个步行街 经常会引到很多路人或者商家那些围观 他们就非常好奇我们这种职业 因为我们有设备摆在那儿 他们不知道这是干嘛的 在我们采集 跟他讲解我们是做什么工种之后 他们也会很热情地邀请我们 去帮他更新他的店铺信息 那当然 更新数据 是吧 那当然的 你们的装备是不是 是什么样 对 什么样的装备 特别想了解 大高科技 我们有一套采集黑科技 来 我们拿上来看一看 对 特别沉吧 对 那个女友老师 你来试一下这个 我不想试 这个太沉了 这个真的好沉 这是要背上去 然后这是在头上 这背着走啊 那个背肩 对 背着走的 这有多重啊 老师 你可以尝试一下 这不是 而且背着多 是脑袋搁在里头吗 那是 背上 头在这儿吧应该 头在这个地方 宁采权是吗 对 就是这种 这个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采集黑科技 嗯 它上半部分是一个 我们的采集头 我们叫采集头 它是由三个 前锋 你背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来 然后我们给你那个 给你拖着点 给你拖着点 你干嘛底下飞的是铁的呢 其实你给它 哇 前锋这个包好适合你啊 就是颜色不是特别配啊 对 这必须就是胡耀 这跟那个 他们背斯坦尼康那法似的 前 前 哎呦 收服 上面还有一个 哇塞 哇 这样把前锋勒起来 你看 放松前锋 放松不了了 这鸡胸脖 来 两截了 这前锋可以 明年应该可以当爸爸了 这太尾不正啊 你看大家下面 哎 这个真的 这背上还那么沉吗 背上也挺沉的 也是特沉啊 我要背多久呢 就是你们一个工作时长 大概是多长 六到八小时 六到八小时 背着这个 对 但是我们是两个同事 共同作业 两个同事 这个背包里面还要放一个同事 好吧 同事你出来吧 对 累了一号 同事 哥们儿 出来吧 哥们儿来换一个 换一个 爬出来了 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作用于拍摄全景的 对 这个挺高 这个重心 冯哥最近 咱们注意点花钱 就是这个 来 拍一张 来 那个 老师可以在后边的地方 我们可以模拟一下 我们真实的采集状态 那就现场的观众也能拍到 对 可以拍到 就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两边就可以 大家都可以拍到 真的啊 而且是真实的采集 对 采集状态 都能拍到 真实的状态啊 大家问 这是什么啊这是 那前锋老师跟着我的步伐 就是说 走动的时候 往前走的时候 咱们不要摇摆太过晃动 行吧 要特别的正义啊 要稳 要稳 好 咱们开始 这回要稳了 来 请问前锋老师有听到相机的工作了吗 听到他要咔嚓咔嚓的 已经在拍了 这个是多久拍一张啊 这个大概就是根据距离来拍的 还有可能是 他走过超过五米左右 他就拍一次 这就是咱们那个拍 刚刚拍摄的那个 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百分之百 覆盖了全国所有高速公路 以及国省县乡道 国省 现在就能看了 这个就太厉害了 刚才有个观众在塞牙 你这就 我们来看第一题 请选择 B A C 不是你们答案 我想问一下你们采集过最难采集的一条路是哪个 应该是 对 对 我当地人啊 如果当天啊 状态不好 下错一个路口 半年回不了家 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 黑黑青植银 黑黑青植银品 青植青植 黑黑黑 好喝 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 三星首发 后制四摄 颠覆你世界的盖乐式A9S 对天天向上的大力支持 请问前锋老师有听到相机的工作了吗 听到他要咔嚓咔嚓的 这个是多久拍一张啊 这个大概就是根据距离来拍的 还有可能是 他走过超过五米左右 他就拍一次 这就是咱们那个拍刚刚拍摄的照片 现在就能看了 对 刚好拍的 刚才有个观众在塞牙你就去看 那么明显 我看看 我放大一点看 还真能放大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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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清晰 你看看那韭菜 你看那韭菜 去年的吧对不对 那颜色 我去年韭菜还行 对 你们在这儿 你看看在这儿 特别清楚 他是超级大的全景 我们这个他背包 他上面是有彩集头 然后是有三个鱼眼镜头 然后单口相机组成 下面的话 他里边是我们的工业电脑 还有我们的关脑系统 等于一堆种是吧 对 这个设备是不错 采集人要背着四十斤的 这个采集设备 而我们呢 只需要拥有一台四个摄像头的 三星盖勒式A9S 就能在一个地方拍出 四种视角的大片 堪比全景拍摄 所有风景一触不落 感谢 感谢 以步行丈量中国的这个立军 堪称中国最会走路的人 平均每天要走多少步 三到四万步 你看 2017年的6月3号 走了五万多步 全年平均每天 两万两千九百多步 那你这个太厉害了 走路最多的十二个月 共走了85万九千八百三十七步 相当于十三个拳马 这个厉害了啊 听说你有一套自己的 这种缓解这个腰三腿疼的方法 对的 就是说我可能是生活中 发现的那个小技巧 就是把脚尖垫起来 然后来回的走一会儿 它会缓解咱们脚上的那个血液循环 这样会促进 脚垫起来走一走 对对对 就不用脚跟走是吧 对 脚跟也可以 稍微走走 对 你看啊他就比较辛苦要走路 来问问你师伯 师伯 其实不行有不行的辛苦开车 因为我们开车的话 是要注意力高度集中 所以说一整天下来也会挺累的 就是那怎么样保持这个 因为城市每天都在变化 道路每天都在变化 楼宇每天都在建起来 是 要实时更新 怎么保证 我们有数百台车上千的人的 采集团队 然后是在全国不同的地方 同时开展作业 然后在开展作业的同时 会根据城市的等级来跟 然后来决定它的采集频率 第二部分的话就是 我们会和交通运输部门 会有一个合作 然后第三部分是 我们有Ewan的用户 它用户它会有一个上报的功能 我们有会进行一个完善 对因为它现在这个 我们有时候看这个地图 哪儿哪儿有房子 但是隔着几天或者是几个月 它有变动 它有变化 所以它发展太快了 太快了 道路有时候往这边拐 突然间那条路也可以通了 也可以走了 而且有了它们以后 那种小巷子什么的都能够找到 就实时要更新 特别细致 现在大概覆盖了多少了 就是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 百分之百覆盖了 百分之百了 百分之百覆盖了全国 所有高速公路 以及国省县乡道 国省 就是国道 省道 县道 乡道 都有 都有 这个太厉害了 我们接下来现场做一个调查 让你们感受一下 自己每天辛勤的工作 到底惠责了多少人 现场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们平常开车或者出门 会用这个地图的 请举手示意一下 当然 每个人都会用 你看看 对 感动吧 都会用 都会用 你们平常用的 就是这俩年轻的小伙子 以及他们的团队和同事 就是在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 百度地图 对 非常非常的好 是 我们这个场上的小朋友们 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 我想问一下你们采集过 最难采集的一条路是哪个 对 难的 对 是不是那种崎岖的山路 或者说是什么 不 应该是重庆的那个 五层立交桥 对 那个太难了 当地人 如果当天状态不好 绕晕都绕晕 下错一个路口 就得绕半小时 半年回不了家 半年 你看两位百度的地图 数据采集小哥 也带来几道有趣的问题 好 要来考一考我们在座的 超传小达人 好 来 燕姿在敲锣的时候 都是钉字布 你看 敲锣都这样敲 你这一身肉抖 来 来看第一题 好 在如下哪个环境 不会影响手机地图的 卫星信号接收 A 隧道 B 电梯 C 高架桥 不会影响 开始 二曼 B 不是你们答案 你来 二曼来 我回答一下 应该是C吧 C 高架桥 正确答案是C 高架桥 对 因为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好 第二题 下列哪座立交桥 被誉为中国最复杂最认的立交桥 A 深圳延田港立交 B 郑州 中州大道互通市立交 C 重庆黄掘湾立交桥 好 男生 因为男生 男生 男生反应快一点 好 来 回答 这个题答应该是C 重庆黄 船弯立交 刚说过五层 答案正确 重庆黄掘湾立交桥 重庆黄掘湾立交桥 密密麻麻地扎道分为了五层 二十条 向八个方向延伸而去 智能手机地图导航 能快速有效地将四十条 送达到目的地 会是S26 博针富含神经 翘灵脂 是脑部发育的关键营养素 也能高效快速地连接 孩子脑中的神经元网络 让知识更快送达 这个埋伏在这儿 突然 太厉害了 正确答案 也不错 第三题 这下哪一个不是真实存在的中国地名 A 马桶里村 B 宇宙地震 C 我孙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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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我孙子是 来 应该是C吧 C 你觉得这个是 C是最不靠谱的 最不靠谱的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就是 天天向上提醒您消耗看点 来到了港珠澳大桥所在地 哇 真的厉害了 世界瞩目的中国超级公投 它连接过去未来 引领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桥的通知确实带来3D有很大的互动 经济上各方面都有的 这个桥是我们中国的骄傲啊 这个大桥是世界地啊 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 看到这么穷伟的建设 当然要看一下我们 主播这个伟大的建筑啊 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 黑黑青枝饮品 青枝青蹄 呵嘿嘿 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 三星首发后置四射 颠覆你世界的盖勒式A9S 百度APP天天向上 待会儿见 百度APP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天天向上 由能搜能看天天都要上的百度APP冠名播出 感谢汇血S26 国珍 营养出色 寻出超凡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正确答案就是 是谁 我孙子是 马桶里村位于浙江省台州温岭市 宇宙地震位于内蒙古 我孙子是是日本地名 我们来到第四题了 好 中国城市路名被重复使用最多的是以下哪一个呢 A 人民路 B 解放路 C 中山路 D 建设路 开始 2B应该是 是B吧 我们山竹你觉得是什么 山竹你觉得是什么 A 她觉得是A 她觉得是A 孙子的A应该是D吧 D 建设路 建设路 建设路是中国城市路名当中被用的最多的 对 建设路 建设路 好的 我们问一下你们所在的这个城市有哪些路 你们觉得会特别特别有意思 小山竹你们家住在哪条路的 听说过什么路啊 团河路 什么路 团河 团河路 人家没门牙 他们说不出来 团河路 团河路 施政府那块知道不 施政府那块 哪块 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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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政府那块知道不 施政府那块 施政府那块 对不 对 哪个小区 他上你家找人去 4-2-1 完了 地址都说出来了 4-2-1 直接都 拿号码都出来了 改天上你们家去吃饭去 改天上你们家吃豆包好不好 我请你们撸串行不行 你看看 撸串呢 这门牙撸串也是高利 多门牙撸串 进去什么样打出来什么样 哎呀怎么还是一串呢 对 直接把那个肉从牙缝里塞过去 今天把肉塞进去 跟头壁一样 头壁一样 红烟你们那里有什么 特别有意思的路 我们那边也有人民路和建设路 也有 对 我们特别特别谢谢小达人们分享 这个最美的中国 当然我们也希望电视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能够经常上一项能送能看的这个百度APP 是的 天天向上 天天领同胞 分享好友 领更多 对 除了骄傲的高铁 便利的导航 我们也在一直都在关注此时此刻 中国发生的大事件 比如说今年十月开通的港珠澳大桥 就是连接三地的通勤大事件 天天向上就派出了我们天天四小花 带着有趣有问的问题去到了港珠澳大桥 是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港珠澳大桥总长约55公里 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它集桥梁隧道和人工岛鱼翼铁 跨越林丁阳 东街香港西街广东珠海和澳门 于2018年10月24日正式通车 通车后香港到珠海和澳门的行车时间 将从三小时缩短到三十分钟 港珠澳大桥历时九年建成 能抵御16级台风和8级地震 它打破多项世界记录 拥有全世界最长的城管隧道 是中国建筑历史上里程最长 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桥梁 被业界誉为桥梁界的珠木狼马峰 并被外媒称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今天我们天天四角花来到了世界瞩目的中国超级跟统一港 珠澳大桥所在地 哇真的厉害了 是 全新的 10月24号才刚刚开通地营的港珠澳大桥呢 创造了非常多的世界记录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骄傲 是的 现在才10点多钟 这已经是人流人知了好多人 那今天我们天天四小花 我问你来答环节呢 就带着国人们的好奇 以及对于港珠澳大桥必须了解的一些重点 准备来一场公共知识问答 你们好 你们好 来自哪里 我们来自湖北 广州那边 西安台 我们是湖北人 浙江过来的 四山人 那今天来这边是想要去香港玩吗 还是什么 去看景气 今天特意过来这边观察一下 这条桥通知的效果怎么样 我想看一下沿途的风景 来这边转一下 然后看个大桥吗 到香港大小孩去玩吗 那你来之前对这个桥有个什么样的了解 只有感受到比较快一点 很干净 不错 挺安全的 冲车特别方便嘛 然后冲车什么的会便捷很多呀 这个大桥 这四件事啊 实验一下一千多个亿的项目 一千多个亿的项目 一千多个亿的项目 一千多个亿 厉害厉害厉害 我们今天准备了知识问答 天天思想花 我问你来答 你们接受挑战吗 好 接受挑战 首先请听第一题 港珠澳大桥的预计始终寿命是多少年 A 100年 B 120年 C 140年 我觉得应该是120年吧 120年到底是什么正确答案呢 答 2 1 恭喜 恭喜 特别厉害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港珠澳大桥打破了百年惯例 制定了120年的设计标准 其背后一项护航的关键技术 是由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自主研制新型图料 挑战120年耐久性和联合防护技术 守护港珠澳大桥 那么接下来第二道题目 港珠澳大桥上象征着一帆风顺的九州航道桥 是以下哪一个图案 A 中国节 B 风帆 C 海豚 我感觉 应该看起来比较像风帆吧 看起来比较像 一帆风顺 一帆风顺 哇好聪明啊 二位 恭喜你们 让大家来解释一下 风帆桥塔呢 它是象征着林丁洋相 粤港澳三地通力合作 建设港珠澳大桥一帆风顺 第三题 港珠澳大桥城管隧道 进行海底无人对接 是目前世界上最精准的深海对接 被称为以下哪一个呢 A 深海之稳 B 深海之首 C 深海深圳 深海之稳 应该比较浪漫一些吧 符合浪漫城市珠海的这个 对啊 这个兴趣 不不会是在珠海工作过的 真的 这样 这一题如果再答对了 我们现场 就我们展现一下你的浪漫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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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么 珠海的浪漫 恭喜二位大丁 恭喜 恭喜你们 因为我们今天向上 我们会是S26国 真联合提供加价一千元的 李廷卡顺利们 对 来让我们见证一下 这个珠海的浪漫好不好 珠海之万 好的 现在呢我马上就要出发了 你们好 哈喽 我是从瑞士来的 瑞士的朋友 对 那个第几次来到中国 哦 飞里飞里 来了好多次 我们是刚结婚的新婚夫妻 然后就是想来见识一下全世界最长的桥 这个桥坐过几次 今天是第一次 以前是坐船 不是说那个港珠澳大桥开通了吗 然后就专程去那个感受一下 感觉怎么样 很壮观 哎 你看真的耶 我们一般真的只能在海上 看远处的山 然后吹海风 然后看海浪 但这次我们就这么平稳的 在这个桥上行驶 哇 现在这隧道了 天呐 我们现在深海海下四十米的位置 这条隧道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最长的一条也是第一条的海底隧道 更重要的是它的深度有四十米真的很难想象 封山开路 玉水架桥 港珠澳大桥是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集中体现 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辉煌成绩的缩影 同时它也是一座圆梦桥 童星桥 自信桥 复兴桥 它连接过去与未来 引领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桥的通知确实带来山地有很大的互动 经济上各方面都有的 这个桥是我们中国的骄傲 也期盼它十几年了 它现在终于建成了 也亲身体会了一次 就觉得非常方便 然后去香港还是选择走这条桥 走这个桥 我们从香港过关 走这个港珠澳大桥全程42公里 非常的快 很高兴没有这个机会 看到这么多全伟的建设 当然要看一下我们祖国这个伟大的建筑 连接这个珠海澳门更加方便了 其实这一项大桥它也破了非常多的吉尼斯记录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跨时代的一个时代壮举吧我觉得 所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是非常自豪的就在这个桥下面 感觉咱们国家的人现在慢慢的富起来了 大家的生活数字也上来了 包括教育啊医疗行业都有 那我就感觉这个尤其交通特别的迅速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坐车也方便啊打车也方便啊 从生活从交通 从这个整个集中环境啊各方面来讲啊 这种自信和便捷是最突出的改变 就是我身边是有非常多的港澳台同胞 他们也对我们的祖国的繁荣产胜是特别自豪 特别有自信啊 反正相信我们的国秀也比较发达 我们的经济也比较发达 还是感谢共产党啊 共产党的味道啊 迎到中国人民起来喽 谢谢爷爷 咱们是四代同堂 一共十九人来自重庆的港桌 我们来 四十年来我们中国积极地拥抱着变化 创造着奇迹 然后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美好 四十年春风化雨 中国交通网络的建设 推动了社会发展 方便了人民的生活 更成为了中国新的名片 然而改革开放 不仅书写了一段中国交通变迁史 更是一段中国人民追寻美好生活的奋斗史 人们的出行方式 经历了沧桑巨变 但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变的是朝气蓬勃的改革开放精神 这种精神在铁路司机 江爱顺一家三代人身上代代传承 在地图数据采集员 魏军和师伯身上完美诠释 正是这些各个行业工作者们的辛勤付出 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并且他们的事迹和精神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 那个机器设备是我第一次见到的 感觉非常开阔眼界 红色停止 黄色粉带和绿色通行 这个我学会了 我也知道了很多 关于高铁知识 就比如说它的警戒色是黄色 列车员要在每30秒就要摁下脚踏板 是为了保证他们高度清醒 那么这些都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难能可贵 我能学到的知识东西 我非常敬佩他们 高铁的话 我以为开高铁的那个地方 是应该是有好多好多人 因为如果没有两个人 我觉得一个人会很无聊 但是那个开高铁的哥哥告诉我 他就是一个人 众多的是知道了 他们这一个一种职业 一种不容易 然后包括为我们 会创造的多见解 这些上他背后的 付出的是非常多的 但是同样的 应该他们也会开心 因为他们为我们人类做的贡献 从他们身上直接直练 就能感受到 他们一家三代的传承 就是有了他们 让我们的时代更加进步 然后让我们的时代 变得更加美丽美好 小职业折射出大时代 我们天天向上 和本期的超凡伙伴 会是S26的伯真 希望今天我们几位的 超凡小达人 未来真的会是我们的未来 会是我们最好的年轻一代 我想成为一名世界顶级的舞蹈家 喜欢当女行员 因为女行员可以上太空 我觉得上太空 很美我觉得太空力 我希望未来的车子 可以就吃了 或者就踏一个 以下的一个轮 这边推进去 然后把自己飞上去 然后很炫富 因为我想要赛车 什么 希望未来中国 能在民航事业下 可以更进一步 希望那些高铁啊火车啊 还有公交什么的 能够呢 像港洲阿八条的海底水道一样 能够从海拆到各国去玩 有没有可能 我们用一种可回收的材料 然后制造出许多的管道 然后通向世界各地 然后我们往里面注上 我们可回收的中水 也就是二次利用的水 然后滑着皮滑艇 就能滑到我们 去以心仪的程序 这可能会需要很多的时间 但是呢 我相信未来一定可以的 百度APP 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天天向上 由能搜能看 天天都要上的百度APP 冠名播出 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 下周日晚 天天向上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用音乐 致敬我们的美好时代 欢迎来到天天时光开队 国内流行乐一届 陈芳元 依次孔女王张强 经典再续 就能来穿 被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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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的小妹妹 请你不要不要哭 畅良孟姓年的流行时尚 那个线呀 能甩出多少个花来 你从哪里来 甩甩 然后都再这么一甩 然后就这样 哇 叫砖头录音机 81年82年 一直保留到现在 这是我第一张专辑 就老古董了87年的 当时啊 张强姐被以为是 迪斯科女王 因为我血液离行 就比较风暴 我心狂野 全比较燥了那个 要燥了 那上哪儿燥去呢 那个时候 家庭舞会 有色金属研究院 新影北影 我都去 天哪个炸的 心路连心 唱响时代记忆 心路连心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 让不上说 仿佛地相信 你心醉了你的 谁吃了多受伤感的你 谁看了你的日记 好想一只蝴蝶 飞进我的窗口 无心同情 我为你自豪 为你欢呼 我为你祝福 好好听 好清点啊 我从参加《生路人心》 我说我瘦了20斤 20斤 什么 这个节目怎么去啊 还有中国第一季霹雳 冠军 小虎队 三十年后 重介绍 正范前途 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不抱下自己年纪 今年50岁 51岁 我52岁 我们比那个台湾小舞队 还有猛 擦玻璃 对 擦玻璃 擦玻璃 拉绳子吧 坐一下全天啊 下周日晚10点 让我们一同追忆 那些年你唱过的歌 跳过的舞 追过的流行 这一次 不仅仅是音乐与时光的重逢 更是我们 与整个时代的重聚 当然我们也希望电视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能够经常上一项 能搜能看的这个百度APP 是的 天天领红包 分享好友 领更多 对 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地成长 成为中国下一代的顶良众 没错 感谢观伴商能搜能看 天天都要上的百度APP 官方合作伙伴 亲纸又好喝的黑黑亲纸饮品 以及三星首发后制四射 颠覆你世界的盖勒勒士 A9S对天天向上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